哈喽大家好,我是酷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动漫《少年骇客》 小时候的时候还挺喜欢看的 今天就带大家重温一下经典 在MC中化身成为《少年骇客》中的外星人 首先我们需要用时钟和绿宝石制作出超能仪 戴在手上还是挺炫酷的 可以看到还能调节上面的按钮 奇幻不同的英雄 这次我们就变成轰天雷吧 握了个去,按了shift后 感觉整个人都升华了 这这,速成球后的破坏力有点强啊 感觉在这个模式下压根不需要狗子 直接滚就完事了 破坏的感觉真是太爽了 当然变成轴 直接走路也是能破坏方块的 对生物的话 似乎并没有破坏效果 可以看到这只鸡依然安然无恙 握了个去 这玩意儿不但能将方块录下来 就连在水里走路也不怕被淹 附近一哥内的水直接就退下了 莫非这就是王者的气场吗 不过若是想不破坏地形 还是变化原样吧 不过走过的地方都会变成一片废墟 戴了超能一变身后 似乎就不能拿火把了 因为这玩意儿本质上 就是拿来玩家副手上的道具 还是散个床避免夜间活动吧 找到个村庄 可以看到 如果是绝对平整的道路上行走 并不会破坏地形 但是村庄中的草坊外和土路的交界处 都会让轰天雷开启破坏模式 这玩意儿还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都来村子了 不妨看看有没有值得啥搜刮的好东西 哼哼 我轰天雷从不需要开门 过了就去 这田阳部也太风了点吧 爱了爱了 直接就能做出算是狗了 其实外星英雄也是要吃东西的 毕竟一天到晚在地上滚 总归是个体力活吧 呃 这外星过河方式也是嗅到我了 下矿度看看 偷一点村庄的火把 我去 这玩意儿挖矿 稿子根本就是个摆设 直接走到哪儿挖到哪儿 就连黑钥石都直接挖下来了 这么多的黑钥石 就算用钻石稿也要挖老半天了吧 可以看到岩浆都靠近不了我 就算不小心掉在岩浆坑里 岩浆也会自动退开 真就五星级的挖矿体验呗 找到了钻石 只能说对于外星人来说 挖钻石可能真就不算啥 最后来看看 能不能撞烂这堵基岩墙 好吧 看来基岩对于外星人来说 也就是个地理级别的存在了 当然 这个少年骇克莫德 不是这么一个外星英雄 下期再继续给大家介绍其他英雄 天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是兔子 我们下期再见